哎呦呦呦 什么情况 谁摔倒了 法拉赫摔倒了 或法拉赫被摔了一跤啊 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是奥运会比赛啊 打野被辅助带了一波节奏啊这是 卢普把法拉赫给绊倒了 这边 卢普应该是在回头啊 在向法拉赫解讨 法拉赫也是竖起大拇指啊 给予了回应 兄弟你干的漂亮 4000米 11分12秒29 法拉赫呢 他不服很大啊 有人说他腿很长 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那个羚羊 你看过动物世界 你都知道啊 只要不是被阴了 猎豹是跑不过羚羊的 不是说速度不行 是耐力不行 羚羊他耐力好啊 能把猎豹活脱废了啊 这边有选手支撑不下去了啊 终止比赛了 像这种的呃 能在非洲存活下来啊 也基本上算是奇迹了 5000米 13分53秒11 这时候法拉赫在前十的位置 他跟着卢普 不过看上去好像有点被包在里面了啊 看看一会儿能不能冲出来 肯尼亚和埃塞尔比亚两大军团在领跑 我们说到法拉赫啊 他从小呢 就出生在索马里 这个国家呢 位于非洲的东部啊 说到这里就特别有意思啊 索马里跟其他非洲国家不一样啊 他狮子不多 主要是圣彩豹啊 他们国会的图案呢 就是以非洲黑斑金豹啊 这个样子来呈现的 哎 6000米 16分37秒20 肯尼亚选手在领跑 法拉赫在第五的位置 我记得有一次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啊 提到了吉普鲁普啊 也是来自非洲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吉普鲁普是从狮子村出来的 当时法拉赫听了之后呢 就是什么也没说 只是呵呵了一下啊 哎 这边肯尼亚的末期里领跑 法拉赫上升到了第四位 7000米 19分19秒07 现在每千米的速度啊 都保持在2分42秒之间啊 这个时候第一梯队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除了鲁普都是来自非洲的啊 日本的大破竭啊 已经调到了第二梯队了 哎 法拉赫跑到第三了 鲁普也在往上面赶 看啊 决赛之前的火药味已经出来了 前面是埃塞尔比亚 后面是肯尼亚 旁边还有人啊 就是压着你跑 8000米 22分钟整 这边已经被套圈了啊 现在鲁普还是跟在法拉赫后面啊 天生的保镖 鲁普跟法拉赫呢 是同一个老师啊 两个人一直在美国 呃 科罗拉都喝的一个大峡谷里训练啊 两个人私交非常好 平常吃住都在一起 甚至有一次啊 法拉赫和鲁普睡在一起啊 然后老师发现了 据说当时那个老师啊 还流泪了 哎 9000米了 24分36秒95 这第9个1000米啊 明显快了 2分36秒12 法拉赫跑到第一了 会冲刺要做准备了啊 现在第一梯队呢 就剩下5名选手了 法拉赫 鲁普 还有两位肯尼亚学手 一位埃塞俄比亚学手 开法拉赫啊 每次比赛都喜欢带着大金链子 说起来这个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他22岁生日的时候啊 是鲁普送的啊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属于 呃 信物之类的东西啊 哎 好 最后一圈 整体节奏都已经起来了啊 这是肯尼亚的保罗坦尼啊 突然加速 超到了第一 卢普这个时候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帮助法拉赫了 决胜就在这最后300米了 还已经实现了四锦赛三连贵 很傲游贵 能不能衛免 塔努伊超到了前面 挡拆呢 卢普呢 倌普现在加不上去了 法拉赫要紧紧地跟住塔努伊 在身后的是图拉 塔努伊在领先 塔努伊在领先 法拉赫 弯道紧直道 超越 超越速度 全力超越 全力加速 向着自己衛冕冠军的梦想 全力加速 法拉赫仍然是在这个单向上的绝对实力 他最后成熟的时候还做了一个爱心的动作 那是他跟卢布的独特的标志 法拉赫未免成功 2011年到现在市井赛奥运会的第八枚金牌 未免奥运会冠军市井赛三连贯 伟大的莫法拉赫